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世界频道 和蜀东印度 是指1800年至1949年 赫兰人所统治的印度尼西亚 1596年 赫兰人或特曼率领的一支 荷兰船队到达爪哇岛的万丹 1603年 荷兰在爪哇建商站 1605年 征服盛产香料的摩路加群岛中的安问岛 地利岛 1619年 攻占爪哇岛上的雅加达 命名巴达威亚 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总部 在荷兰人到来之前 葡萄牙人已经在印尼地区建立了一些商站 之后 英国人也登陆印尼 建立殖民地 而荷兰变成了这些欧洲国家里面占领最多领土的国家 荷兰最初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这些地区 实行殖民统治 1941年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年1月日本入侵和蜀东印度 很快印尼就被日军攻占 期间日本为了在当地建立傀儡政权而军事训练青年 煽动印尼民族主义等行为令印尼日后更易独立 日本二战投降的消息传到印尼之后 苏加诺利吉在之后一日发表印尼独立宣言 有部分日军士兵留下协助印尼人 之后在短短五日间 印尼全国都宣告脱离荷兰政府的管制 荷兰欲夺回殖民地 双方展开三年多的印和战争 有日军两千多人改名唤姓 卫装为当地人 他们帮助印尼训练士兵与荷兰作战 又联合国向荷兰施压的缘故 印尼在战争中占了上风 最终荷兰当局在1949年 与印尼签署圆桌会议协定 宣布放弃对印尼的管制权 使印尼得以正式独立 苏卡诺当选为印尼第一任总统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 一起讨论历史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